帶你看最闊的瀑布 親親大自然 跟你一起吃好東西 入住超舒服的溫泉酒店 我們準備出發 Hello 我們繼續去旅行 大陽路自駕遊三百多公里 我們已經去了一大半 今天一早從坑貝爾港出發 去摩倫布 中途會經過 開車大約45分鐘就可以看到 全澳洲最闊瀑布之一 霍普金斯瀑布 嘩 到了 我們開到過來的時候都不見有瀑布 原來瀑布是在地上的 拍好車 我就帶你去看看 霍普金斯瀑布 這個地方就是火山爆發形成的 這裡是有兩個觀景台的 這個就是第一個觀景台 這個位置還有機會看到 鰻魚BB在這裡跳躍的 現在我就帶你們去下游那裡 看一看 還可以偷看到一些小牛牛在這裡 走了不用買東西就會看到這個景 走下來 走下來這裡可以近距離接觸瀑布 走下來這裡 近距離真的很棒 這裡也有個長椅可以讓你坐在這裡觀賞 之後走下去的時候還有些芦苇草在旁邊 這個就是寬90米 而瀑布就在高11米 黑色玄武岩不傾射下來 在這裡 那些瀑布還會吹過來 我們到了 我們直球下來了 下人這裡 漂亮很多 泡泡泡 很多泡泡 好 出發去 吃東西 這個地方超好 好來 因為一開車 到了之後 是不用再走很遠 一到停車就已經看到了瀑布 所以非常之好 而且在下面看是更加壯觀 而且更加好看 出發去河林道大約15分鐘 一轉彎我們就看到這麼多牛 馬上停在這裡 自由的好處就是 無論中途你看到什麼特別的東西 你自己都可以選擇停下來 去看不會坐過某一個地方 之後他們每一隻 逐隻逐隻逐隻跑過來 好搞笑的 好可愛 好搞笑的 真的很可愛 衝光過來 拜拜 好可愛 但其實你在馬路旁 就可以看到更多這些牛 就是這樣 我們就跟走一隻牛仔玩 拜拜 他們衝過邊邊 看到我們走 好搞笑 拜拜 他們真的不捨得這樣的樣子 好搞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從霍普金斯堡堡開車去Warrambo 大約15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下來了這個攤子 快點走去我們的目的地吃東西 快到了 看完 好的 看完 看完之後 他就安排我們去坐 我們今次選擇這間餐廳是泰國餐來的 主要它這裡是吃泰北的菜式 餐牌有非常多選擇 有超過100款的泰國菜 這個就是什麼餐都可以吃的 我們選了一間泰國餐 很出名的 派了一杯 Kofi啊 泰式咖啡 還有它的泰式奶茶 這個是用薯仔麵條包住 裡面是蝦滑和魚滑的 這個它炸到口感好正 我覺得也可以試一下 這個牛肉沙律都蠻好吃的 主要是它的汁混得很好 只是牛肉就有點厚 這個我極力推介 是泰北的辣沙 小妹見識淺博 原來泰國也有辣沙的 試一下辣沙 真的好吃 真的有魚 好吃 麻煩你剛才那個女生 掉到芥州吃 哇 每次吃泰國餐 我都叫Pet thai 看到這裡的餐牌這麼多款式 那就試一下新的東西 想不到有意外驚喜 還要很好吃 之後我們就來到海邊 看看海 非常多海草 沖上岸 準備帶你們去前面這個防波堤看看 去防波堤感受一下海浪 還有這裡不時有海獅出沒 來到這些碼頭當然是拍照啦 看不見到這裡前面有些好可愛的圓圈白色頂呢 這裡曾經是一個地下水族館 水族館在1971年開放至1998年就關閉了 之前這個水族館是超級受歡迎的 這裡的風是超級大 這裡的石的形狀都好可愛的 來到這個海邊真的要紮穩馬步 真的會被它吹動的 我帶你們感受一下海浪 來到這個位你就知道為什麼要起防波堤的了 這個防波堤也挺長的 全長315米 他看海看到他很興奮 這裡是可以追浪的 這些就是真正的親親大自然 這裡也是維多利亞州重要建築之一 都深受居民喜愛 是渡輪布的印象 之後我們就出發拿車去酒店啦 哇!我們今天是不是住城堡啊? 今天我們入住的酒店是溫泉酒店 是維多利亞州第一間的溫泉酒店 這裡的外表是超似城堡 然後它一共有80間房 包括了廣闊海景的Penhouse 一共可以住7至8人的 真的想說這間酒店是超級抵住的 設備非常齊全 這裡有我最期待的溫泉 有SPA 餐廳 酒吧 室內泳池 按摩池 海鹽按摩 桑拿 健身中心 等等 立刻帶你看看我們的房間 一進門口的左邊就是浴室位置 我們這次的房間是棋缸來的 這個門口是可以看到外面的 我的房間 你好 雖然房間不算很大 但設備都很齊全 先出去 這就是我的大床 另外直升鏡就是這邊 可以拉回門 這裡也有冷氣 電視 暖爐 小沙發 和茶几 之後的風景還很漂亮 我們這間是對著海洋景的客房 這裡對著一些彩色排屋 加上這個風景 超棒 基本設備都會有齊的 都是有些茶包 奶茶都可以免費沖來喝 雪櫃都會有些付費飲品 汽水 啤酒 香檳都有 床還要超舒服 事不宜遲 帶你下去浸溫泉 一進去都會有身體油 身體濾 香氛油可以買的 這裡的淋浴間也很新 全部都很漂亮 雖然這裡沒有分男女 但洗澡的位置也是獨立的 這裡有分四個Session 早場會特別便宜 就是33元 那我自己就是預約2點半那一場 溫泉門口是流水式 好像入了水連洞一樣 哇 在我身後這個就是一個cafe 裡面是可以暖腳的 地上是會暖腳的 cafe可以給人休息 以及可以買酒水喝 等我快點帶你下水 整個溫泉區域一共有15個池 都包括了凍池和熱池 哇 好舒服啊 這裡每個池都做了不同的動物設計 非常有特色 除了放鬆的外 拍照簡直是一流 去旅行當然要放鬆一下 好 Dipboo的溫泉水 是在地上850米 深處收窄回來的 有具獨特礦物質成份 到達地表面的溫度 大約是35至42度 每個池都有不同溫度 以及都會播放一些不同的音樂 每個池旁邊都有標示step 1 2 3 按照這個順序浸身體 應該會更加好些 這個是凍水池來的 中雨石配上小瀑布 簡直是仙境一樣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池的 嘩 這些都很好吃 這裡真的超舒服 一秒就令你愛上摩倫波 小提示 記得要帶水去 因為浸溫泉的時候 記得要補充水分 記得要補充水分 還有整個鋤 卡住 上去換衣服 再帶你去玩 我們到我們的下一站了 就是去看fest dáf hill的海洋邨 好像進入了一個小童話世界一樣 這裡都保留了最原始的燈塔 我們是參加他們的海難燈光故事表演 這個燈光表演非常受歡迎 所以要記得訂位 我手上拿著的就是 剛剛我們進來他給我們的船票 是由英國去到墨爾本的 最開始他是一個 沉鎮式的劇院開始 慢慢了解Vollinville 早期的歷史 來到這裡每人會派盞燈仔 會帶大家看海市博物館裡的 1870年的村莊 可以在這裡看到 這幅古建築 好像帶你坐時光機一樣 之後我們會走過河的對面 準備看他們的 音樂激光水母素 前面這裡 會透過投影機 就是向水場 講故事給你聽 這裡還有講到很多 鯨魚的故事 之後我們就看完了 去了市中心走一會兒 這個小海獅子很可愛 之後找了一間餐廳喝東西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了 很感謝你今天來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